接下來我們看個題目 這個是以前課本上寫的題目 三年丁班同學到青山縣綠水莊做地質調查一個圖 他請問你推想這段歷史的環境變化 這個叫做地層記錄地質事件 這個圖上面並沒有什麼斷層 沒有什麼沿脈侵入 所以它基本上不是來排先後秩序的 它是來問你說發生過什麼事情的 看到地層知道發生過什麼事情 知道發生過什麼事情要排先後秩序 這個是要考發生什麼事 第一個700萬年前是海洋的問題 站起來回答我 海洋為什麼是海洋 陸地為什麼是陸地 海洋為什麼是海洋 陸地為什麼是陸地 小女生 11 11 11 七百萬年前海洋還是陸地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有貝類 因為有貝類 請坐下 七百萬年前是貝類化石 所以它知道它是海洋環境 OK 好 再下一集 這裡面曾經火山爆發過什麼時候 一樣什麼時候 你怎麼知道 七百萬年前五百萬年前兩百萬年前最近發生 哪一個人哪一個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哪一個你如何知道 可愛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你怎麼知道 請坐下 你看它這個圖上面兩百萬年前有火山灰 所以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火山爆發 兩百萬年前 根據火山灰的位置知道是兩百萬年前 OK嗎 OK 好 下一個 什麼年代可以找到象牙或瘦骨 這個年代指的就是古生代中生代還是新生代 他問的就是古生代中生代還是新生代可以找到象牙或者是瘦骨 這很簡單 凸簡單 凸簡單的問 我都是零號 十二號 十二 新生代 你坐下 新生代 大象是哺乳類 不如類似新生代指標化史 所以就知道是新生代 所以要新生代 像牙瘦骨 新生代 請問你這裡的環境是什麼的變化 來答案 答案 A 海洋變陸地 答案B 陸地變海洋 答案C 海洋變陸地又變回海洋 答案Z 陸地變回海洋又變回陸地 然後 你告訴我 是哪一種 海洋變陸地 陸地變海洋 海洋變陸地又變成海洋 陸地變海洋又變成陸地 然後你要大概告訴我 你怎麼知道的 你要大概告訴我 你怎麼知道的 OK 就找這個圖 它怎麼變化 停車 戰界問 要找一位帥哥男 第五號 第五號怎麼會是帥哥男 海洋變陸地 第六號 第一號 恐龍 你怎麼知道 你知道嗎 不是恐龍嗎 他一定他整理過 你說嗎 他整理過 他整理過 他原來是貝類是海洋 然後呢有霉層是沼澤 所以是海陸交界 現在就松果象牙 表示是陸地 所以他的環境就是從海洋變為陸地 以上就叫做地層记录地质事件 你看到的图就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 你看到的图就会知道过去发生过什么事 然后我们讲过考试来考试 第二个 你知道发生过什么事之后会排谁先 谁后 排先后次序 好了下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好问题 但是台湾学生通常都自动忽略不济 请你想象一下七百万年前 七百万年以来 青山县绿水江怎么变 你可以看你写故事啊 从前是怎样怎样啊 然后后来又如何如何啊 最后又怎样怎样啊 就可以写一个故事 台湾学生 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通常就是自动把它忽略 就你就给我讲一下你可以讲什么 OK 有人有问题了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很好 请写课堂练习 好 好